成立于1998年的哈佛中国论坛是北美最大的有学生组织的中国峰会 本届论坛主题为领袖中国 旨在就中国面临的挑战、问题和趋势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在论坛欢迎会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用中英文双语发表了演讲 他高度赞扬了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 也就亚洲政治经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论坛的开幕仪式选择在哈佛大学颇具代表性的桑德斯剧院举行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议会满和著名的经济学家胡祖六 分别就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做出了精彩的分析和预测 对于外界担忧的中国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和影子银行风险问题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议会满进行了一一的解读 称之三类风险总体可控 他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GDP要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 而胡祖六则表示 由于中国经济具备城镇化继续推进、工业化转型升级、消费潜力巨大 制度红利逐步释放等四大动力 中国未来几年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的决定性成果 将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潜力 中国经济将继续领跑全球 中国也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本次论坛共分为技术革新和创业、工艺慈善、全媒体和文化投资、国有企业民营化、房地产泡沫等九个分论坛 凤凤卫视美洲台作为一家在美洲地区颇具影响力和实力的媒体 也有幸收到了邀请参与全媒体和文化投资分论坛的讨论 美洲台副台长曾世平女士在全媒体和文化投资分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华文电视媒体在美洲的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演讲 在演讲中 曾台长回顾了美洲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经历 也从经营、销售等不同角度剖析了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 精彩的演讲获得了台下听众的阵阵掌声 很多人在论坛结束后还迟迟不肯离去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凤凰卫视美洲台的讯息 三天的论坛很快就结束了 著名的教育专家、政格基金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先生 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生情并茂的演讲 他表示 中国自主创业的大好时代已经来临 号召海外学子学成之后回国创业 凤凰卫视季节王福明博士顿报道 小异卫视季节公司 大业 地区 我们能够带去 真想 判知 判知